大概几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我如果希望整个汇进来 刚刚讲过了就存在这里 但是如果今天我希望怎么样 我要把它分成多个工作表 一个放一个的话 其实非常简单 程式里面只有多加两行就 ok 了 两行就 ok 有一只点头的表示有进入状况 没有点头表示你对这东西还不太熟 那我示范一下给大家看 真的只有两行跑完了 有没有 这边它从那个什么 而且太快了 有没有 从那个三重一下子就中立 南投全部都 ok 了 那如果你要删除的话 其实你可以拿之前批次删除的 我只是 step 把它砍到正一个而已 所以 step 把蓄质点抗到第二个全部都砍掉 马上就砍掉了 有没有 所以你会发现哇 实心起来这简直是太太有成就感了 太有感了 那如果你以前不会的话呢 慢慢来吧 对不对 所以你看为什么有些人你就看了就觉得真的是很希望帮他一把 但是后来还是想一想算了 因为你要跟他讲的事情在太多了 对不对 真的有的人每天就是为了这些事情 每天 那个档案在哪边 然后就一个一个慢慢会 但实际上你就把这程式写完 事情就完成了 那主要改哪些地方 我大概跟各位讲一下 批示三组这个前面讲过 请你看前面的 主要一把这个程式里面 因为你会发现它有个file name 那这个file name以后就是我们的那个 我们的那个什么工作表名称 那工作表名称 其实我们前面有个叫.name的 所以其实主要就是改的方法 大概我大概把重点改 改的方式 我是把它抠过来 这些有没有 Copy贴过来 那其实只要写多两行 然后删掉一行 两行就可以了 那哪些要删呢 因为我就不需要放到哪里了 所以这一行不要了 那这个地方的话也不要R了 因为不用放 只要放到1就好了 A1 然后后面也不用追踪了 所以其实删掉两个R 然后呢把这边改成1 第二个的话就是 我要当他进来之后的话 我已经找到三重了 然后我必须怎么样 先开一个新的工作表给他 然后呢 再把它重新名 所以这两行 应该还记得吧 这个也不用特别 不用特别背 但是我觉得 这个可能要稍微记一下 许致点 点add嘛 对不对 放在后面的话就是什么 after 然后冒号等于 放哪里呢 放在哪一个许致 许致最后那一个 就是叫许致 点 抗乘 OK 这边就有 这样就OK了 那我们就是 把它Enter之后的话 再把它名称 那一个名称 就是放在最后面那一个 许致 许致点抗 所以这一行 复制过来 的名字 点name 等于什么呢 等于file就好了 诶 这样子 就写完了 OK 应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真的 臣氏看起来 我是觉得 如果改对了 真的一下OK了 所以有的时候 臣氏 因为他要求是100分 所以你一定要每一行 每个东西都是了解的 然后呢 有些东西还要常用的记得 还是要稍微背一下 不然的话 说真的 如果不记得没关系 你就从哪边 从我们前面有批示新增工作表 有没有 我记得好像应该是第二次上课 第三次上课就有讲到 然后你就把这个拿来稍微改一下 其实主要是这两行 在回圈里面 add 所以你会发现这一行是一模一样的 这一行呢 只有后面这个变数不一样 其他都一样 有没有 OK 所以 记得啦 回去的话可以整理范本吧 也就是以后啦 有点像你需要的东西 你就是在哪边复制可以贴 所以 可能这个整理工作 当然我没办法帮各位 所以你如果比较不熟的部分 请你再自己再把它花一点时间 整理一下 因为这些东西是必要的 OK 然后最后做完之后的话 你就重新再把这边跑一下 那就全部就跑完了 再做删除 批示删除 另外的话其他也许在做变化 我想这个可能就是自己再花一点时间 也许在回头把那个什么 我们的筛选之后再分割 或之类的 或者再把刚刚这个25个 有没有 这边有25个工作表 不过好像点TSD 如果不要的话 反正这个自己写好了 一定是没有问题的 那要怎么办呢? 你就要根据这个File 然后File 可能你要想一下 它是点 如果它的副档评 刚好三个字还OK 所以是 可是有些副档评是四个字的 所以 你可能就是要想想看 去掉尾巴的那三个字 刚好 或者扣4就好 总长度扣4 也可以 OK 这个请各位自己再试试看 那这一题的话 我想我待会 会把这个做好的程式复制一下 如果你筛不熟没关系 思义德在云端上找一下 然后 待会的话 我们就最后有个单元08的部分 那这一题其实也是同学问的 他也是每天很辛苦的是 把他每天要拍一大堆的这个相片 然后那个相片他要一个一个的放到Excel 一个一个的放到Excel 而且Excel还要放一样高 有没有 可能是做工程的 他每天要拍一些工程照片 然后当然很奇怪 他们一定就就指定老板一定要就放Excel 好 然后要放的高度 宽度就要一致 好 我刚刚的还是这里 那 所以呢 这边的话 我刚刚写的这一段 我把它贴到这边 如果你们 待会要参考的话 主要是这两 我先把这个 我习惯贴过来 这个我把它上颜色 如果会用一个叫什么 Copretty 的东西 他自动帮我上颜色 然后我把这两行 把它加一个底色 让各位标注一下 至于如果名称要把它去掉 后面的那个副档名四个字的话 H你可以总长度减掉4也可以 那这个做完之后 请各位看一下 再来最后还有一题 就是在单元08这一题 那这一题 它的那个图档 我是用我自己的图档 有一个APP 所以你把它下载 这个范例档 把它下载下来 那它的那个图档 请各位把它解压说 我把它解压到桌面 里面就是这些图 比如说1到20 里面总共20张图 那以前它需求是什么 它就是利用插入图片从档案 插入图片从档案 然后呢一直往下放 放在Excel里面 它一个图一个图一个图 因为老板要看 每一张图每一张图每一张图 OK 所以呢 它的需求很简单 就是把图 放到Excel里面的固定位置 而且位置有高有宽 固定的那个高度 那做法的话 我先跟大家一跟各位讲 第二个的话 要怎么做 这边我有一个最后做完的结果 给各位看一下 程式在这边 其实程式不多 一样要用DIR 一样要用什么 用Do-Fi OK 所以这一题 如果你会用DIR 会用Do-Fi 其实可以做很多 尤其是档案处理的事情 然后呢 我们就直接把那些图 二十张按个执行 你会发现 它会把缩图全部都放进来 而且按照什么 一定的宽 一定的高 放在你要的那个储存 而且储存格也可以再调整一下 另外 刚刚后来同学说 可是他还需要一个功能 就是可以旁边有个超连结 或者图上有个超连结 可以点下去放大图 有点像那个网页一样嘛 对不对 不然就这么小 对不对 老板主要是给老板看的 老板他需要这东西嘛 那所以呢 我们又多了一个叫 那个缩图与超连结 可以把它放大张 所以呢 怎么做 其实底下这边有缩图与超连结 有没有 一样给一个DIR 对吧 其实好像改哪个地方 hyperlink而已 其实就是利用那个hyperlink的这个属性 然后我就把这个加一下 你会发现又全部进来了 然后点一下这个 按确定 就开起来了 很方便耶 对这个功能真的 但是如果你说真的 像这种东西 如果你要土把链钢 真的太哇塞 而且很多人那种做工程的啦 不管是建筑啦 或者是一些像是室内装潢的 他们每个地方都要拍张 因为要给业主看 对 所以你变成每个地方 他们每天都要做这些事情了 我问他说你以前怎么做 就一个个一个个插入图片从档案 然后调整位置 插入图片从档案调整位置 我觉得后来有这个功能之后 当然他再也不需要了 OK 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学这个吗 要是我老板 我觉得你一定给我学好 不然我每天让你在那边花那个时间干嘛 对不对 我老板会觉得说他花这个钱不值得啦 你看几秒钟 不用几秒钟 一秒钟就完成的事情 你如果不会写这个程式的话 你要花多少时间 有的人可能做个半天都在做这些事情 而且对他来说 眼睛啊 身体 也是一个伤害嘛 对不对 长久以来 以后的话 眼睛 会有问题 手可能也有问题 你看现在很多人 痛不痛就死哪里酸痛 所以 像好像这些问题对我来说比较没有 尤其是手部的 没有我当时在动脑 那我眼睛我尽量 我也不要一直盯着看 我就是先 像注释上面 注释下面 反正就用想的 OK 这样自然你就比较不会有那些职业伤害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把刚刚这一题 我要把程式也放在云端上面 就这一段 OK 改这两个地方 画面先画给各位 最后再补充一下 那个file不等于空的 意思是说 当已经找不到档案的时候 他就跳里回圈 所以做法都大致上差不多 那等到找到那个档案的话 你要做什么处理 当然就是也许把它开起来 那开起来之后放哪里 OK 那最后再把它关闭起来 不就是大概是这样子 OK 所以 如果你这些都熟悉的话 以后应该 做很多事情 效率提升 应该就不是什么太大问题 OK 而且未来 说真的 如果你程式写完之后 程式都可以让电脑 反正你开着 让他时间到 就执行一下 时间到 就执行一下 等于就是说 你如果把一个助理 每天做的事情 你都把它写成程式的话 那再设定一个schedule 那他基本上 就可以把一个助理 可能每天要做的事情 应该就自动全部完成了 如果说程式里面 又可以再多一些 自我判断学习的功能的话 比如说把现在 下一个比较夯的 像深度学习 或者像是那种 人工智慧 机器学习那部分加进来 以后 甚至那个助理也会变更聪明 不过那个助理根本不用花钱 主要还是把程式写出来就OK 所以这部分请各位试一下 待会我们最后花一点时间 再把那个单元08 那个费入外部资料 成为小说图 另外就是在做超连结部分 跟各位说明 根本 好